第1579集 尚昆大长老续说一声 而后双手结印开启大阵 迪鹤道 大阵开启 大阵外围的百余根神柱迅速运转起来 忠心击射出一道神光 破天而出 随即引动天地风雷四股力量 外加上金木水火土五系之力 以及光暗和空间之力 综合十二股力量 十二股力量 几乎是神国所有的力量的种类了 其他力量都是由此十二种力量延伸而出 此刻无尽之海中 这些力量被抽调而出 化作一道道神光冲入六条大道当中 却见六条大道有虚幻变为凝固 前路更是不断接续 随着狂风的肆虐 六条大道都在快速的增长当中 已从原本的两三千米恢复到两三万米的程度 还在不断接续 大道越是长 体内的力量便越能放大 战斗力便是越强大 大道有些类似于放大镜的作用 越长越强 陆陆续续 十二股力量抽动 以此来接续大道 整个过程持续了一天 期间六人分别都有承受不住的时刻 但是时间一到 六人实力隐隐恢复了 此刻的他们相当于太虚境三层天巅峰的层次 上古天允镇开始关闭 尚昆长老第一个完成修炼 神态苍老了不少 从此前的中年模样便做了老者模样 显然是寿命消耗太多 大哥 你怎么样了 二长老也完成修炼 同样是老太隆重了 其他四位长老也是如此 修为虽然恢复了不少 但却是寿命减少了太多 从无限的寿命变成了有限的寿命 原本可以永恒存活 现如今却只能活几百万年了 诸位 我当使用阵法强行恢复力量 又燃烧了精血和寿命 此刻我们的力量仅仅只能保存一会儿了 上昆长老岂虚无比 他的消耗是最大的 虽然是借助大阵 但是怎么可能一点代价都不付的 不过以燃烧精血和寿命 来短暂恢复战斗力 并且恢复的战斗力 还有时间限制 若不是因为此次任务的重要性 关于自己的生死 要不然他们也不敢这么做 走吧 出发 寻找那个臭小子 将他斩杀后 我等赶快回天道宫找公主 也许能将我们时间限制消除 至少能让我们真正恢复到这个程度 上昆长老欲空而起 手心浮现出一枚精血 是此前他打伤夜沉后 夺取了夜沉的血液 此刻 上昆长老与夜沉的血液为媒介 发动追踪术 寻找夜沉 很快 六人横渡无尽之海 前行百万里之后 来到一座神庙之外 上昆大长老一箭劈开了神庙 大笑道 小杂种 你在这里呀 老夫好好看看你呀 果不其然 伤势不轻啊 灵力实不存一 此刻 你便是封门境中期的战力 都发挥不出来 既然如此 各位杀了他 趁他病要他命 六人决定迅速斩杀夜沉和夜洛尔 带着他们二人的尸体 回到天道宫 二长老和三长老四长老 纷纷言语几句 各自祭出底牌 而后通过大道扩大的力量加持 在太虚圣兵之中 爆发出两道千丈刀钢 和一道千丈剑钢 立提而下 三位长老出手 见此 其他三人觉得还不够 纷纷取出各自的太虚圣兵 都是爆发全力一击 此前 他们因为话多吃亏 吸取教训后便是丝毫不保留 六人全部爆发全力一击 唯能相当于太虚境六层天强者的攻击 是要杀夜沉和夜洛尔 而此刻的夜沉 却依旧闭着眼眸 他尽快恢复着伤势 甚至不言语一句 他感受到众人的状态 这一战绝对危险 可惜 他若是中断运转 神魔轮回绝 两人还是要死 叶洛尔 自然看出夜沉的打算 他眸自一沉 激动道 叶大哥 此前 一直是你保护我 现在让我保护你一次 十滴精血寄出 夜洛尔周身 开始闪烁璀璨的龙纹 这是龙族禁术 夜洛尔没有选择了 龙脉 咸 夜洛尔抱贺一声 飘零而上 原本仙子身躯 化作了一条金色巨龙 冲天而起 万丈的身形 犹如一尊盖世龙神一般 闪烁着无穷无尽的金光 随手龙爪一挥 接连崩碎两道千丈刀钢 下一刻 两道刀钢和两道剑钢 力疲而下 四道钢器攻击 披落在金色圣龙之上 倒到金色龙血滴落下来 夜洛尔化形金色圣龙 身后便是重伤的夜沉 却是丝毫不敢后退 心急如焚之下 直接调动龙心 开始燃烧精血 一股急驰而出的力量 涌动而来 金色圣龙周围 萦绕着一团团血光 气息节节攀升 一双巨大的龙爪 好似破天一般 强行击溃了两道刀钢 而后 以其肉身外附体钢器 影声声扛住了两道剑钢 两道剑钢破碎 化作无数的碎片飘散下来 夜洛尔化形的金色圣龙 抓起夜沉 便利用绝对的力量 直接撕裂空间离开 追 杀 冲上去 六位长老也正欲撕开 空间隧道追杀上去 但是六人 看看飞出去 没到百米 皆是身形一阵 赶忙喷出一口金色精血 尤其是尚昆长老 神色诧异言道 不会 刚刚那条圣龙 引动了我们体内混乱的力量 不行 无法继续追击 再动用力量 我们恐怕要全身暴力而亡 二长老和三长老也反应过来了 原本 他们是借助上古天允镇的力量 来采取天地之间的 十二股力量 来强行修补自身的根基 但是这种方法 修补的根基有时间的限制 并且体内的力量十分混乱 但是寻常人 是无法引动他们体内力量的混乱了 没想到 耶洛尔化身出金色圣龙 居然将他们体内的混乱力量引爆了 以至于 他们不得不留下疗伤 否则再站下去 便有战死的可能 留下来疗伤 他们的踪迹 我们随时可以查得到 三个小时疗伤 到时候 我们全力一击击杀金色那条圣龙 而后斩杀那个小子 尚昆大长老发话了 不得不如此 六人当即盘膝坐下 调节体内混乱的力量 无数血风呼啸着 诡异的雷电闪烁不断 苍穹之中 逐渐出现黑色的裂纹 而后传出一道清脆的声音 就像是破碎了一般 苍穹出现一个圆形的坑洞 周围的空间碎片不断的往坑洞中掉落 坑洞之中走出了一对青年男女 赫然正是身受重伤的 叶晨和叶洛尔 叶晨终于从修炼中醒来 他抱着叶洛尔身躯一震 灵力爆发开来 震碎了周围的空间碎片 放眼一看地面和苍穹之中 充斥着无数的怨灵和魔器 魔器浓郁的几乎化作了液态模样 掺杂在风中和地面古建筑之上 狂风呼啸不同于其他狂风 此地狂风却是血红色的 地上的古建筑也被魔器腐蚀的 变做了漆黑之色 上面沾满一滴滴黑色粘稠液体 每一滴液体都是魔器所凝聚而成 此地简直是一个魔窟 无尽之海 此地还是无尽之海 是无尽之海传说中的怨灵之地 叶晨有些亥然 抱着叶洛尔落在了一处沙滩之上 环顾四周 魔器和怨灵几乎布满着整个世界 但现在他却管不了这么多了 低头凝视着怀中的叶洛尔 已然陷入了昏迷之中 燃烧精血又深受重伤 叶洛尔直接陷入昏迷当中 期间未曾苏醒过来 小子 这个女娃受伤不轻啊 暂时会陷入昏迷状态 苍古医神出言道 不过你不用太担心 这个女娃身上有着强大龙族血脉 哪怕在神国也是顶尖存在 此前的伤势还不足以让她陨落 但是陈 她还未曾说完 却是神色微微一变言道 小子 此地是怨灵之地 这丫头怎么偏偏带你来这儿 这不是坑你吗 看在你帮我拿回东西的份上 我告诉你 周遭的怨灵很多 很强大 你切记注意 你别指望我出手 我在炼化仓谷门的那玩意儿 疼不出手 话语落下 苍古医神便没了声音 与此同时 周遭密密麻麻的怨灵 似乎也发现了外来者的进入 瞬息间 千百头怨灵凝视着夜晨和夜洛尔 一股血风席卷而过 便纷纷画出了体型 缥缈的血风呼啸 就像是手臂掀开了原本遮盖的帘子 此地露出了原本的模样 海滩上 建筑物上 天空中一群群怨灵显化而出 这些怨灵不同于无尽之海外围的怨灵 那般是人形 并且仅有上半身 此地的怨灵 更像是一些飞虫 却是长着人脸 背后长着翅膀 是一种极为古怪的存在 一道道怪异的声音从怨灵口中发出 紧接着 四周围的空间中 又涌来成千上万的怨灵 赫然一副怨灵大军的模样 密密麻麻的怨灵 看不到边际 随便一只都是极其强大的存在 洛尔是带我进入他们老巢了呀 百万只怨灵 恐怕我在无尽之海最危险的地方